欢迎回来这一消息来关心 桃园市的平镇区有间国小 在间校有4名的11岁学童 疑似物食油桶花的种子 导致出现呕吐及腹泻症状 校方紧急通报救务车 将学生送到医院 还好经过洗胃及掉点滴之后 没有大碍 目前都是回家休养 但其实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国中生因为物食造成集体中毒事件 让家长非常气愤 至于学校里面根本就不应该种植油桶花 一朵朵雪白花朵在树上盛开 每到春天盛开的油桶花 还有这五月雪之称 但这美丽的小花果实却具有毒性 桃园市平镇区一间国小 就4名11岁的学童 不小心捡起掉落在地面的油桶花种子 吃下肚结果出现腹痛 恶心呕吐症状 紧急送医经过洗胃 还有掉顶滴治疗之后 都已经回家休养 目前没有大碍 有时候你吃下一整颗的油桶子 就可能会中毒 一般来讲它吃完之后 几十分钟或几小时之后 就会产生比如说头痛 头晕 呕吐 肚子痛 这是它里面的油桶酸 产生中毒的现象 别小看这些油桶花的种子 其实是具有毒性 当中还有51%的脂肪油 里面的酮酸跟益酮酸 都是制毒成分 另外造素也可能会造成中毒 一旦误食就会引起肠胃炎 摄料越多症状越严重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有国中生物食 而出现集体中毒的事件 除了油桶花之外 只要学校有在校内种植 像是甲竹桃 曼陀罗等 具有毒性的植物 就应该教育学生 善用告示牌提醒 被尖叫凝硬的小学生 对植物的识别能力有限 就怕不小心误食 会对身体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 记者 未听黄明胜 综合报导 illahirrah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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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rahim